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Patrick 今天又是周日了 昨天因为有几个朋友来找我 所以说吃饭吃的比较晚 喝酒也喝的比较多 大家可以听出来我声音其实还是有点问题 今天起来之后就要面对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吃什么 因为我住这个区域算是非旅游区 所以说其实在周日的时候很多饭店都是关门的 我刚才去看了一圈 几乎90%的店都关了 想吃个饭就很难 要不就要跑到中华那边去 我再想要不就去九龙看一下 因为九龙那边吃的东西应该是挺多的 比如煎沙嘴之类 我相信应该还是有挺多吃的 我们去看一下吧 这边就要由你给她看了 今天连適了 我来说的 不来 我也要想想 对 我来说 不去看起来 是怎么回事 回事 他们跳到 开碎 遭到 可能 今天这条路没有我想象中的人那么多 就之前的话 很多这些吃饭的地方 面馆门口 这个澳洲牛奶公司 都是全是人在排队 今天还好有一些人 其他的就没有太多排队了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想象中 我以为今天新鲜天人会非常非常多 香港茶餐厅的标配 其实是冻鲜鲜 这个就冻鲜鲜 用力的点 把这个柠檬给压 我今天还点着这个猪花包 感觉应该不是所有的产品都吃得到猪花包 在中间掐了一根一家铅 这就是怕这个肉和里面的菜 烤掉这个气得固定了 这个是他们的招牌 干炒牛鲜 我觉得他们家的干炒牛鲜 不能说是全现场第一 因为我吃的有限 但是绝对是我吃过的 我觉得黑牌前三的一家店 然后肉量非常大 而且炒的这个程度是刚刚好的 就是既有很强的锅气 但是又会让你觉得好 而且每次让我们都觉得 它的肉跟它的这个 牛盒的 盒粉的比例是一点失调 失调太多了 保持住了它的水準 这个如果大家来这家店的话 这个干炒牛鲜是我已经绝对推荐的 如果说这个干炒牛鲜 我向大家推荐的 这个就是我每次来这家店 必吃的一个 就是清汤牛腩衣面 有句话说什么 最好的食材 我们就最简单的烤鲜碰热 所以他们的牛腩就 就我亲他们的烤鲜去做就很好 而且它的这个 衣面是比较吸汁了 它说就可以吸着这个汤汁的味道 整体非常非常地烤鲜 好吃 就是既清爽 但是又不是那种滑蛋之类的感觉 我们的烤鲜 无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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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真的非常的鲜 没剪 没吃 我觉得这顿饭其实还是挺划算的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 可以感受一下香港的这个物价 到底怎么样 今天我们来的时候 刚好已经下午 两点钟以后了 还是三点钟以后 反正它有一个下午茶 然后这个下午茶 我们点了那个干炒牛盒 52块好像 然后动饮是加3块 猪扒包是32块 然后动饮加3块 就35块 那个牛腩清汤衣面是67块 还是62块 反正一共结账155块 其实香港一直有这种吃牛腩啊 有这个传说嘛 然后因为我家离酒精牛腩还是挺近的 然后每次经过那里的时候就超多人去排队 但是你说九云南好吃不好吃呢 我觉得味道见仁见智啊 去年的时候去年不是封关吗 然后就是游客比较少 所以说他们家其实生意我觉得一般 然后经常有时候晚上去吃的时候就不用排队进去吧 第一我觉得他们的咖喱那个牛腩面还可以 但是值不值得排那么长的队吗 我觉得如果你抱着打卡的心态去的话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真的觉得要吃一碗非常好吃的牛腩面的话 我觉得有更好的选择啊 像在九龙的话 传说什么里巴地那里有一家 然后我觉得那家一般 然后我今天吃了一家澳门咖喱网 我其实觉得还是不错的 我来香港这几年 我吃的最多就是他们的 我觉得还是味道比较符合我的口味 然后环境也还可以 就我的意思是没有那么挤啊 然后服务态度也还不错 这点这个服务态度可能跟你去九云中南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差啊 然后港岛的话如果大家真的过来吃 有一家我觉得是比较好吃的 而且应该是我感觉比我今天吃的这家更好吃的 在天后那里 应该是在天后那里 之前林俊杰来香港开演奖会的时候 专门跑过去吃嘛 然后我去吃过一次 叫华姐清汤男 我觉得那家是我 说实话是我吃的 在香港我觉得最好吃的一家 但是它 反正没有来九龙这么的方便嘛 然后我这家我也吃习惯 所以我觉得如果在 九龙的话 在江沙嘴附近 佐敦这一家澳门咖喱网 大家可以试一下 然后如果是去港岛的话 真的想吃比较好吃的牛奶 而不是我在打卡的话 我觉得去吃天后那家 华姐清汤男 真的不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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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家 好 自然 坐天津小轮现在仍然是从九龙到港道最便宜的交通方式 但是价格已经从之前的3块钱 现在涨到了5块6 今天如果没有看错 还是下一层 如果上层的话应该要6块钱 所以说通货膨胀 今天的晚霞也是绝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